-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中,欢迎收听我的节目。 - 我的节目原称是那个... - 我说到哪里?对对对,我的节目就叫... - 告白庭,请攻。 - 我说到哪里? - 还好,好像去的地方不太对。 - 怎么样? - 我以为是飞碟。 - 丢脸,丢脸,对他的讲。 - 你们昏了,其实跑到昏掉了。 - 大家好,我是王伟中,欢迎收听。 - 我说到哪里了,我们开直播了。 - 欢迎上中广流行网,就王伟中脸书粉丝专业收看。 - 我们今天邀请到,跑到飞碟电台的罗志强。 - 伟中哥,还有所有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 我还好,我往那边开到一段,越想越不对劲,好像不是飞碟。 - 你上我节目第二次,你昏了。 - 太丢脸了。 - 太丢脸了。 - 这样怎么做立委啊? - 我敢讲。 - 先告诉你说,本来我要跟大家讲说,我要开始上独角戏了。 - 是,我要分析一下这个,做广播,碰到这个,碰到这个压线。 - 这个跟打篮球一样,NBA一样,那个篮球最后进球,那个叫压线。 - 那压线的有谁呢? - 有蔡时平。 - 蔡时平。 - 有宋少青。 - 有罗志佳。 - 因为我是犯蠢,才压线的。 - 你这样子赶过来,你自己开车吗? - 有助理开了,还好。 - 还好。 - 而且我的助理是新手,所以他开了有时候那种。 - 明天放假,所以路上有点塞。 - 其实算蛮塞的。 - 这种心情紧不紧张? - 很紧张啊,我吓死了,想说,天啊。 - 怕失信于人。 - 对。 - 我今天的题目是,任性还是任性的罗志强。 - 是,是,是。 - 你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 对。 - 因为我当初这个任性一下,离开总统府嘛。 - 对,你看啊,我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 罗志强当然现在你可以说他是个政治明星。 - 但也可以从罗志强整个的过程里面, - 我们看一个年轻人那么年轻,进到社会, - 现在已经54岁了。 - 是。 - 这段时间整个从政的过程了, - 和一个人的心境的变化。 - 嗯,我们就聊天嘛。 - 对,对,对。 - 其实任何人物,不管什么政治人, - 任何人物偷不了人性, - 跟人的一生伦长嘛,各方面来讲。 - 你看你先本来是做公务员。 - 对。 - 后来高雄市选市议员。 - 对。 - 输了之后,若干年之后, - 就突然变成总统府的发言人。 - 对。 - 然后就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 是。 - 然后又离开这个位置, - 你说要任性一下。 - 对。 - 出来之后要组织节目。 - 组织节目完之后, - 经过段时间又选台北市市议员。 - 对。 - 选上了,那时候又宣称可能要选总统。 - 对。 - 后来又要去选桃园的市长。 - 后来又回来周选立法委员。 - 对。 - 现在就真的变成第六选区大安区立法委员。 - 代表国民党进了国会。 - 是。 - 这个路程对你来讲。 - 你是, - 应该你是六年级生吗? - 五年九班。 - 五年九班。 - 对。 - 算六年级生吗? - 算六年级。 - 六年级生这个是一个前后, - 我有很多六年级生的员工。 - 你说六年级生是蛮挣扎的一代。 - 对。 - 后面是很多电脑,年轻人。 - 没错,没错,没错。 - 那前面有四五年级生, - 在台湾经济镇起飞的时候。 - 这段时间的人会有一点点彷徨。 - 当然,当然。 - 有这样的感觉吗? - 难免啦,难免,尤其像, - 心境一直在改变。 - 一直在改变。 - 其实就像刚刚伟中哥讲我的整个的过程。 - 我其实对自己长期一直, - 有一段时间一直很困扰是一件事情。 - 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常常那个梦想太大。 - 你的梦想是不是要做总统? - 呃,梦想之一啦。 - 然后常常就伤痕累累嘛, - 因为太大了。 - 以前我们写作文要当总统, - 我们四年级生, - 写到中学就不敢写了。 - 我跟伟中哥讲我就是幼稚, - 好不好? - 我小时候写我要当总统啊, - 结果我到长大, - 我竟然还在抱着这个梦想。 - 你人到今天还有这个梦想。 - 但是我跟各位讲, - 其实我后来习惯这样的自己了。 -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一直想要告诉别人说, - 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我有梦想, - 梦想无罪啊。 - 梦想无罪。 -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梦想。 - 梦想只有做得到跟做不到两种。 - 那我在追求梦想当中, - 其实有点像是说打那个, - 有点像线上游戏。 - 我把它设为一个人生最难的关卡。 - 当我设了这个梦想最难的关卡的时候, - 其实说实在话, - 我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到那个地方去。 - 可是我习惯把目标拉到最难的地方去。 - 从小的习惯嘛。 - 对,然后我就把它拉到很难的地方, -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努力去突破, - 破关破关。 - 那我喜欢挑战困难。 - 越困难我越喜欢挑战。 - 牡羊座的。 - 对,牡羊座就是冲嘛, - 冲破一层一层屏障。 - 那就算我走不到, - 不管是总统或是任何, - 或是市长这个目标, - 就算走不到, - 但我知道我人生在破关的过程当中, - 我会得到很多精彩的故事。 - 那我觉得我追求是那个, - 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的一种, - 所谓的精彩跟成就, - 或是跟实现某些目标。 - 可是这个在你旁边的, - 不管是家人, - 打仗的员工等等, - 会不会因为你冲, - 跟你的变化的还多, - 不知所措。 - 当然当然, - 尤其刚开始。 - 刚开始其实。 - 最矛盾的时间是哪一个时间? - 第一个矛盾当然是我那时候, - 毅然居然辞掉公务员, - 就显现脑袋的不正常嘛, - 跑到高雄去选私议员。 - 原来我是基隆长大的小孩, - 我到高雄, - 其实我就是读大, - 你知道读大学, - 没什么高雄渊源啦。 - 那下去选是一定选输嘛, - 那父母亲又是工人, - 那公务员好好的不做, - 跑去选一个一定选不上的高雄渊源。 - 这就是亲人, - 亲人受难。 - 对, - 那其实那时候打击也蛮大的啦, - 因为对我的, - 对我冲击很大, - 对我父母亲冲击很大, - 像我母亲就因此得了十年的忧郁症。 - 啊, - 均用这个是吗? - 还有父亲刚好那个时候又, - 那个冥患癌症。 - 嗯, - 所以双重打击压在我母亲身上嘛, - 那我母亲是一个很刚强的人, - 但是你知道越刚强的人, - 我会发现越容易折断。 - 他就承受不住我辞掉公务员, - 下去高雄, - 嗯, - 去选市议员这个事情。 - 还落选。 - 还落选, - 然后那个我的父亲又得癌症。 - 所以双重打击, -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 - 那时候我也会觉得, - 有时候会回头会埋怨自己, - 说为什么我要定一个我达不到的目标, - 要去拼。 - 可是你会发现我越这样否定自己, - 我人生过得越痛苦。 - 嗯, - 因为我心中那个想要追求很大梦想, - 那个罗志强是一直存在的, - 可是我一直在否定那个罗志强, - 我压力说你要现实一点, - 你要误实一点, - 所以我这样的理想跟误实之间在摩擦。 - 那个年纪的时候, - 那是每天折磨你, - 很折磨。 - Very struggle, - 对, - 那时候非常, - 我还有一段沉迷网咖也是跟这事有关, - 因为现实跟我的那个理想差距太大, - 那我自己承受不住, - 所以我就到了线上的那个游戏世界去, - 可后来我就发现说, - 我应该接受这样的自己啊, - 我就让自己我只有, - 最后只有成功跟失败两个路, - 可是成功跟失败都是成功, - 因为我至少勇敢的面对这样的自己, - 所以后来大家看到说, - 我要选目标是选那个总统也好, - 或是选桃园市长也好, - 可是至少我可以确保一件事, - 我是真的非常努力的, - 我非常努力往这个目标前进, - 但我自己心中知道, - 这目标不一定达得到, - 就练了一些功夫, - 对, - 就练了很多的一些功夫, - 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 - 我做了非常多的准备, - 我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 然后我就往前走, - 但职务这个目标其实只是抽象啊, - 它真的背后目标是, - 其实是想要去做出改变, - 那我知道说, - 我今天做议员, - 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 - 以议员的身份改变, - 我今天做立委, - 我可以改变事情, - 可以以立委的身份改变, - 我当市长, - 当总统又有不同的身份, - 去改变事情, - 那当然你也必须承认说, - 职位越大, - 能改变事情越多, - 那我想要创造一些改变。 - 你现在家人跟你所领导的一些小伙伴来讲, - 了解这样的个性吗? - 呃, - 第一个先习惯是家人啦, - 坦白人家人最后也被我这样东冲西装啊, - 这些人心脏也练得很强大, - 太太啊, - 太太啊, - 其实最受惊吓就是任性那一次, - 离开中国府那一次, - 因为总统说我失业五年了, - 对啊, - 对啊, - 然后就靠写稿为生嘛, - 那稿费, - 稿费真的是很低啦, - 但是因为我创作量大, - 所以养家活口还可以, - 那时候对网络也开始慢慢了解, - 而且那时候就等于, - 我也是在那时候慢慢崛起的啦, - 就说实际上, - 你就发现人道最深层的挫折跟低谷的时候, - 当你觉得, - 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 它就也会产生一股很特别的力量, - 这力量就是勇往直前, - 因为你坦白你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 你几次感觉这样子的力量? - 呃, - 两次, - 一次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一次, - 就是高允市议员落选那一次, - 第二次就是离开中府这一次, - 两次都觉得说, - 对, - 反而有个力量, - 反而有个力量, - 但是你前面有个低潮, - 当然, - 这低潮大概维持大概会一到两年, - 就非常低迷的低潮, - 你很低迷的时候怎么办呢? - 写稿还是看出? - 我第一次低迷就是到线上游戏嘛, - 啊, - 就是进到网咖嘛, - 这边沉迷了九个月嘛, - 那第二次就是写作, - 所以那个第二个离开中府任性之后, - 写作不但是我的生存的工具, - 它也是我一个- 救赎, - 救赎, - 对, - 那所以慢慢慢慢就开始整理以后, - 然后就找出新的方向, - 新的路, - 继续续努力, - 对, - 就一直不断在改变, - 一直不断在充实, - 各方面等等等, - 现在终于进了立法院, - 对, - 总算有一个小的一个地方, - 平台舞台可以发挥了, - 对, - 现在这个是你开始至少要做, - 四年, - 对, - 一进立法院, - 就拿了麦封破坏也是规则, - 哈哈哈, - 你到底是任性还是任性呢? - 我跟各位讲, - 我跟韦中哥讲, - 人生充满了意外, - 嗯, - 你知道那一天, - 那个国民党在杯葛, - 那个施政报告, - 我們叫韦杯葛, - 韦杯葛, - 韦杯葛一下, - 韦杯葛一下, -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 没有, - 你要表达你对食安的立场, - 我就是打算让他上台, - 但是我们要表达立场, - 所以这是立法院的一个惯例, - 前途, - 那坦白讲那时候, - 因为我也承认, - 我确实是菜鸟一只, - 所以我也不太懂那些整个所谓的意识规则, - 或是有些东西细节我不懂, - 那你当然讲说意识规则大的东西懂, - 但立法院的意识规则对我来说我要需要熟悉, - 那天很好玩, - 那天其实我并没有打算出风头, - 你知道吗? - 我是占第二排, - 我是负责举牌的, - 我就在那边举牌, - 基本上我不讲话的, - 那前面有九个例, - 将近八九个例为讲话, - 就拿着麦克风讲话, - 都没事, - 然后就傅宽吉回头看了我一眼, - 在那边举牌说, - 你到前面来换你讲, - 我说好啊, - 反正大家都讲都没事, - 我讲也没事嘛, - 我一上去一讲不到一分钟, - 黄杰来抢我的麦克风, - 结果那天我就变成新闻焦点, - 然后所有人就说罗志强带麦克风进到国会去, - 可是不管了, - 因为不管怎么样, - 说这个, - 你看离开中共府到现在, - 十年啊, - 十年政治两茫茫啊, - OK, - 所以人家当然, - 看到你知道, - 对记者, - 对很多人来讲, - 包括黄杰在里面, - 当然要逮你啊, - 当然, - 我后来下台真的就问, - 我就问那民进党的干部说, - 为什么前面他都不抢, - 为什么他抢我, - 然后他说了一句, - 说你红啊, - 抓你有点啊, - 抓你有新闻梗啊, - 他抢你麦克风可以上上头, - 好像也有这个道理啊, - 对啊, - 对啊, - 毕竟在各方面来讲, - 也算是个政治明星啦, - 不过政治明星, - 你说又开始做个rookie, - 做个菜鸟, - 进立法院, - 对对对, - 这个心情又很奇怪, - 我跟韦中哥说, - 我其实是战战兢兢兢啊, - 我举个例子, - 像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读那个, - 周万来的那个, - 他的那个立法院的意思, - 意思规则, - 好,我们休息一下, - 谈谈你这个又是政治明星, - 又当rookie, - 这个心情我就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 - OK, - 我们不要走错了, - 做好了啊, - OK, - 你们那个公司会开了几天? - 开三天, - 在花莲? - 在花莲, - 对, - 但我只去第二天了, - 我第二天待全城, - 因为地方形成很多, - 后来想了还是, - 因为他主要是第二天嘛, - 第二天从早到晚, - 他很多的议程, - 那第一天跟第三天都是联谊, - 所以想说, - 那我第二天去就好了, - 嗯, - 其实, - 这四年会过得很快啊, - 很快啊, - 我问了, - 我了解这个过程, - 就是当你们一直有议会, - 然後有再有, - 你看, - 然后还有这个委员会干, - 哗就又下来, - 会开补完提案, - 然后现在有目标再去做, - 很快四年就过了, - 很快啊, - 我每天都去, - 每天都从早忙到晚, - 对啊, - 地方还要跑, - 地方还要跑, - 然后法案要写, - 咨询要准备, - 然后很多的一些公民团体会来拜会你, - 希望你帮他推法案, - 所以拜会完之后就又有很多法案要写, - 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 - 就会有更多的公民团体来找你, - 你现在在立委这个阶段, - 你最大的努力要是做什么? - 其实两个了, - 法案是一个了, - 法案了, - 你自己呢? - 我自己, - 就自己这四年, - 我倒是蛮珍惜这四年了, - 因为这四年我相信虽然忙很忙, - 但是我现在这四年可能是我这段, - 几十年来人生最安定的一段时间吧, - 我认为了, - 因为这四年我也没打算做别的事情, - 就是把立委的事好, - 一个是法案了, - 一个是这四年变化变化会很大, - 服务变化也会很大, - 然后尽量能够留下一些成绩了, - 这是我的想法, - 其实是你们这个, - 其实是到就你们这年纪了, - 我有一个体会, - 这次选举完, - 很多选民的结构, - 整个选民的变化, - 然后议题, - 各方面来讲, - 国会都会变化, - 当然, - 我光讲我自己都觉得很多事, - 我已经开始有点点, - 坦白讲有些点追不上, - 我也是有点追不上, - 你碰到有新的法案出来, - AI什么, - 那个都会, - 对啊, - 变化很大, - 我体会到这, - 爱来吃了我们, - 爱来吃了我们, - 大家好, - 我是王文中, - 欢迎收听, - 我收到哪里了, - 我们邀请的是罗志强, - 刚才跑出了电台, - 我们大安区的新立法委员, - 其实不完全谈, - 谈政治话题, - 因为我向来这边聊的人呢, - 我们聊聊这个人生的过程中一些变化, - 因为观众现在也很成熟, - 我最好奇的就是说, - 你已经算是在镇上一个明星, - 这个明星当然有点沧桑, - 跑来跑去做了很多的, - 很多任性的事情, - 还要环岛, - 还有各方面的事情, - 现在终于这四年你会在立法院, - 对, - 可是你在立法院你是个菜鸟, - 对, - 我说一开始就被修理, - 拿个麦封, - 破坏于书规则, - 等等, - 不管怎么样, - 你这样子从一个政治明星, - 新闻也很多, - 这个光环也很多, - 当然新闻也很多, - 现在做个菜鸟, - 进入一个这个环境里面, - 你当然要求表现, - 而且53岁知天命了, - 是, - 50岁知天命了, - 对, - 你的心情, - 其实自己, - 给自己压力蛮大的了, - 我就讲说这两天的行程来讲, - 像昨天我早上班跑地方行, - 看到有一个立法院办一个座谈会, - 叫国会调查权座谈会, - 我一看就这个题目有兴趣, - 所以我就立刻就冲回立法院, - 然后就在那边坐了两个小时, - 再听那个四个法律的专家学者, - 因为现在第一个重头戏, - 国会厅任调查嘛, - 他们非常专业, - 讲各国的例子, - 都讲两个小时, - 我在那边上课, - 然后整个立法院, - 立法委员只有一个作案, - 因为那个资讯, - 可能大家忙也没注意到, - 但我一看到, - 我觉得有兴趣我就去, - 我跟听证朋友解释一下, - 我觉得这个听证很重要, -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在看, - 你们第一次院会的时候, - 你说行政院长, - 陈建仁跟这个徐晓星, - 还是这样子, - 还是辩论, - 并不是你问我答, - 也答不错, - 然后他还是跟以前的行政院长一样, - 还是能够跟立委去冲撞, - 他不需要作证嘛, - 可是你必须要在, - 如果听证权的话, - 你讲官员讲话, - 如果你讲错事, - 你能做伪证, - 伪证是有罪的, - 你就不能够乱, - 跟一些乱干的, - 听证有一个严谨的程序, - 甚至有些听证, - 要么要宣誓, - 要么要聚解, - 那如果在上面的, - 其实听证, - 大家把会有点跟公听会搞混, - 听证其实比较像是庭审, - 他其实有点是像庭审的概念, - 他非常严肃, - 会有伪证的, - 如果是说谎话, - 你是有伪证罪的, - 美国其实就有好几个, - 像班农啊, - 还有另外一个谁, - 都有出现同样的问题, - 我觉得台湾民主这么久, - 老百姓, - 不管透过节目啊, - 还是自己啊, - 大概要了解一下这样的状况, - 你说你那个听证, - 看完听证会之后, - 然后马上就接了两场座谈会, - 你说只有你一个人去听, - 这不是很重要吗? - 他可能, - 可能大多是新科, - 可能都没搞清掌握资讯吧, - 那我也是早上看到这个资讯, - 我再冲过去去参加这个座谈会, - 那我觉得收获很大, - 因为那你就是听, - 当然我对听证调查我有点了解, - 可是说真的, - 我比不上那些专家训练, - 当然, - 所以我要取金嘛, - 那接下来就知道, - 接下来两个单位来拜访, - 我一个是曹允就居住正义, - 他们就提了八个改革诉求来跟我谈, - 那对我来说就有八件事情要做, - 然后曹允谈完之后, - 接下来是那个教育团体来跟我讲, - 他大概有六个改革诉求来跟我讨论, - 本来你要做本来你要进教育文化, - 对, - 但是我虽然在司法法治教文的题目, - 还是有主意, - 所以因此, - 我就一直在接案啊, - 因为我就在看, - 我们都各讨论一个小时嘛, - 就座谈, - 就是跟跟曹允讨论一个小时, - 然后跟教育团讨论一个小时, - 说我光昨天那一整天, - 对不对, - 我就有四个小时在发在座谈上面, - 可是不是座谈而已啊, - 我剩下剩余时间, - 我现在每天在看那周外来的那个意识规则, - 对, - 必须要了解, - 因为意识规则我当然懂, - 但是立法院的意识规则不一样, - 那我还没算地方形成选民服务, - 还没算这个咨询, - 还有包括说准备法案也要花时间, - 所以因此一整天其实是真的是非常忙碌, - 可是我倒觉得还不错啦, - 至少充实, - 而且我现在做所有的功课跟准备, - 将来会化为一个一个改革的法案出来, - 将来这些法案被落实之后, - 我就认为说我做这个立委是有意义的, - 所以我是拿一个非常厚的鞭子, - 在自己在鞭策自己, - 你现在确定听司法法治? - 司法法治, - 你们这次国民党的共识会, - 然后在花莲召开, - 对不对, - 完了之后呢, - 当然你们有很多法案要积极的要推动, - 对不对, - 那你会, - 你个人会在哪方面努力这个法案? - 当然第一个会期, 重中之重, - 就是国会改革啦, - 那里面几个重要项目, - 包括国会听证调查嘛, - 包括藐视国会罪嘛, - 因为事实上我们的立法院某种程度, - 坦白讲在监督的效能是非常不脏的, - 原因就是因为, - 你没有授予一个一般民主国家, - 给予国会充分的包括调查, - 以及包括你的执询的所谓的那个权力嘛, - 你现在执询说真的, - 你现在那天看到那个状况, - 坦白讲就说, - 有人说, - 为什么要吵架? - 可是, - 当我们在发言的时候, - 官员不断的插话, - 不断的插话, - 基本上你的执询是废掉了, - 没主啊, - 严明这整个的执询的权力义务, - 你才有办法让我们的执询, - 能够达到这个监督的效果, - 所以因此, - 这些都是我讲说, - 过去他们讲几十年来, - 这个我们的立法院是没有做这些事, - 原因很简单, - 要嘛蓝的执政, - 要嘛绿的执政, - 蓝的执政, - 也不想要动, - 绿的执政, - 也不想要动, - 现在因为三党不过半, - 它就出现很特殊的契机, - 就是你必须拼改革, - 你只有拼改革可以争取民心, - 所以, - 我觉得这是大概台湾这个, - 我们讲说民主发展以来, - 其实最好的一次契机, - 对啊, - 不过这个其实, - 白的像黄继桑他们也提, - 黄继桑他们也提过, - 这样同样的一些法案出来, - 对, - 那现在这个蓝白河从一开始, - 我觉得你也是赞成的嘛, - 在还没选总统之前, - 一直到现在, - 我觉得国民党内部还是有很多的声音啊, - 像这个让一席招伟这个事情, - 其实对听众朋友来讲, - 什么招伟招伟不太care的, - 不太关心, - 但感觉上, - 就是国民党基本上让一席招伟给这个所谓的民众党, - 国民党自己本身还是非常不团结的, - 讲来讲去, - 还是有些人不赞成, - 有些人不赞成, - 还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 当然的, - 不过第一个, - 这是, - 不过你改个法案的时候一定需要人家帮忙啊, - 我先讲两块啊, - 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个选举的恩怨嘛, - 所以蓝跟白的支持者基本上是敌视跟仇恨值是非常高的, - 应该也没关系, - 有人跑错电台, - 韦中哥都原谅了, - 对, - 对, - 但是呢, - 你在议案就出现几个现实端的问题, - 算数问题吗? - 算数, - 数学问题嘛, - 大家都会讲, - 国民党现在很有趣, - 国民党叫最大党, - 可是抱歉, - 国民党是最大党, - 是非常脆弱跟心虚的最大党, - 因为我们连在, - 连五党籍加进五十四席, - 政府院长是没有投票的, - 所以只有五十二票, - 每次表决只有五十二票, - 没错没错, - 民进党五十一票, - 对, - 你讲最大党听的是很有底气的, - 可是实际上投起票来就只多一票, - 对, - 多一票, - 问题来了, - 所以一直在做, - 我觉得国民党内部整合, - 等等等等, - 还有包括跟, - 跟这个民众党之间的所谓的合作, - 我看会花很多时间在在谈, - 当然还有很多的那个过程, - 但坦白讲, - 跟民众党之间的竞争态势是一定存在的, - 而且我也认为, - 以后选举大概也没什么合的空间了, - 因为这种大党都这样了, - 所以将来摩擦会越来越激烈, - 可是这就出现另外一件事情, - 在议案上的合作的需要反而是越来越大的, - 因为很现实一件事情, - 如果你在议案上没有合作, - 那你国民党交不出成绩单, - 民众党也交不出来, - 对, - 所以你两个党基本上都会被选民唾弃, - 我很简单, - 这个会期结束的时候, - 我就看你两个党交出几个改革成绩单吧, - 一年后交出几个, - 大家都在看了, - 都在看了, - 那就数学问题嘛, - 数学问题嘛, - 必须要做某方妥协会怎么样, - 好啦, - 这个接下来这四年就看, - 会非常非常忙碌啊, - 这么多法案, - 忙碌啊, - 对, - 但我觉得真的也蛮充实的, - 我自己这一段时间, - 自己那学习成长速度蛮快的, - 必须的, - 对, - 对, - 就是要不断的push自己, - 要更上, - 以你的聪明才智各方面来讲, - 你会觉得很过瘾, - 也很快, - 对, - 不过真的要赶上, - 接下来, - 台湾很多东西已经落后了, - 对, - 在整个东南亚, - 你不要说各方面, - 经济啊, - 各方面, - 人才也外流, - 台积电一走, - 走那么多人等等, - 教育, - 教育文化最后一大堆问题, - 教育文化最后一大堆问题, - 大家好, - 我是王伟忠, - 欢迎收听, - 我说到哪里了, - 我们今天访问是任性, - 还是任性的罗志强, - 这四年要做在这个立法院, - 好好的努力了, - 然后我们刚讲说, - 也很现实的问题, - 就是你是代表国民党了, - 那国民党现在, - 这个蓝白河, - 从选总统的时候一直到现在, - 各种法案要通过, - 必须要大家在某方面, - 有些妥协跟合作, - 否则不交出法案, - 不交出议题的话, - 白走一招嘛, - 没错, - 没错, - 当然我跟大家讲说, - 其实钊伟这个, - 现在大家聚焦在钊伟这件事情上, - 钊伟到底有没有离浪, - 其实也跟你法案的合作, - 也未必是同一件事了, - 没错了, - 你钊伟不离浪, - 你还是有法案合作空间, - 所以这件事情, - 如果正在回到当初共事, - 其实老百姓对钊伟什么, - 你不是很了解, - 对, - 对听不懂的事情都不很关心, - 对, - 总而言之, - 将来一定是有禁有和了, - 然后你就算要斗, - 也必须斗而不破了, - 蓝白一定是这个状况, - 因为我们在议案改革上, - 你像国会听证调查, - 民进党反对嘛, - 然后藐视国会罪, - 民进党反对嘛, - 对,一定反对, - 问题是你国民党支持, - 民进党支持啊, - 对, - 所以你还是必须在这个议案上, - 要合作交出成绩单, - 我跟你讲, - 我们在社会上, - 还稍微懂一点政治, - 因为做传播的人了解的, - 其实就是不要再看到, - 还是想讲总职群的时候, - 各说各话, - 对, - 吵得根本就是没有意义, - 然后时间就过去了, - 从上一任, - 现在还是一样, - 另外, - 总统可不可能到国会, - 来国情报告, - 这个也是我们在那个修法过程当中, - 一个要点, - 对, - 很多事情, - 我们不知道领袖, - 一个国家领袖, - 他也不开记者会, - 也不知道国会, - 跟不知道这个国家走向怎么回事, - 大家不猜, - 就是名嘴说名嘴的, - 然后媒体说媒体的, - 立委在跟在院会, - 大家在炒成一团, - 一点意义没, - 就是大家就过自己的日子, - 开Uber的开Uber, - 先前过日子, - 先前过日子, - 看房子要不要卖的, - 要不卖, - 就如此而已啊, - 像我们在共事营的时候啊, - 就我们有大体讨论嘛, - 就所有人全员讨论, - 共事营的时候, - 对, - 然后又在分组, - 分组就说你回到, - 像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 - 我们就司法委员会的一个分组讨论, -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国情报告常态化, - 就是我们那天讨论一个重点, - 里面就要去修很多, - 包括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法, - 里面有些相关的规定要开始去修正, - 修正里面就是要把国情的报告, - 回到宪法的规定, - 因为宪法规定是这样, - 就是立法院得邀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 - 主动权在立法院, - 对, - 可是我们在法律里面写是他有拒绝的权力, - 这就不对了, - 这是违反宪法的规定, - 所以我们要合于宪法就是说, - 基本上让邀请总统来国会做国情报告, - 变成是一个不但是有法律依据, - 而且是常态化一件事, - 那可能是每年还是每个会期, - 那可以再讨论, - 至少我觉得是应该每年要有一次国情报告, - 好,我们现在大部分社会人士, - 我要请你来聊的就是说, - 你们现在注意这几个法案, - 不管是调查权或者是什么公正, - 或者说什么总统要来报告国会等等等等东西, - 包括人事等等东西, - 所有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有所了解, - 一个是你们怎么样去把这个法案, - 能够真的让他一读二读三读通过各方来讲, - 另外一个大家对一读二读三读, - 什么再又回到城市委员会也很复杂, - 听众朋友想知道说法案你们到底会不会推, - 推出去多久大概的时间, - 那几个最重要要国会改革的法案, - 大概经过一读二读三读, - 什么时候能够通过, - 否则立法院基本上这几年来没有人care, - 那先立法院上变成是清闻的重点了, - 我先讲目标了, - 目标当然是第一, - 这个会期就要过了, - 这个会期啊, - 目标, - 几项, - 你至少国会改革那几项嘛, - 听证调查有点复杂啊, - 我觉得听证调查, - 因为那个会有非常多的一些, - 我把这个写什么, - 政府院长选举必须投票, - 这个相对来讲, - 总统立法院国情报告, - 政府院长记名投票这件事情, - 我认为相对来讲, - 这个会期达成的可能性很大, - 就这个会期有可能, - 然后再来就是总统到立法院国情报告, - 这个我觉得达成的可能性也很大, - 因为他们所修的相对的法条, - 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 - 各独立机关乃至行政首长的人事命令, - 及应认应受国会监督, - 这个叫人事同域前的改革, - 我跟你讲这个就硬仗了, - 民进党绝对不会跟你散发甘休的, - 中间会牵涉到到底有没有所谓的, - 你今天去侵犯行政权的问题, - 就是所谓宪政的问题, - 这个就有所谓的宪法战场要打的东西, - 那交锋会非常激烈, - 而且因为他要修的很多东西, - 会有各种不同的版本, - 所以蓝跟白方向可能是一样, - 但是在修的重心上有可能就不一样, - 所以只要有可能不一样的地方的时候的话, - 他的那复杂度就增加, - 所以前面那个记名投票是单纯的, - 然后那个国会国情报告也是修法的条文变动比较小, - 也是单纯的, - 但是到听政调查, - 藐视国会跟人事同意权的这个所谓的改革, - 这三块叫深水区, - 了解我看到了, - 对深水区, - 就是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 非常多, - 而且蓝白之间的合不合, - 就决定这三项东西成败的关键, - 那这样子要也会拖很长一段时间的, - 照你这样来讲的话, - 我们当然目标希望这个会期啦, - 但这个会期说真的, - 我觉得民进党就绝对不会让你在这个会期过嘛, - 他全力以赴为党你不让这个会期过, - 因为这个会期过, - 他很多法律适用我们下个会期, - 不要藐视国会最假的过了, - 你立法官员上来委证你就有压力啦, - 对啊, - 一年就两个会期对不对, - 你下个会期你就不敢说谎了, - 四年就八个会期, - 这个是改革国会, - 还有一大堆什么人工生之法, - 一堆事情了, - 这只是改革国会而已哦, - 为什么改革国会放第一个, - 因为改革国会这个会期过, - 我们就有七个会期可以用, - 你如果是今年过, - 你就剩六个会期用, - 你明年才过就剩四个会期用, - 听着朋友你看这个, - 所以时间很紧凑啊, - 这很紧凑啊, - 可是如果还是老戏一直不断上演, - 国会还是这个德性, - 我觉得真的他没什么好选举不选举, - 烦都烦死, - 监督的力道会弱很多啦, - 对, -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会期, - OK, - 然后呢, - 你看哦, - 真的是如此, - 就这样的状态, - 那你们各, - 每一个新科立委, - 自己的准备方式都不太一样, - 都不一样, - 我, - 我这话就是基本上, - 呃, - 就跟我的个性有关, - 我其实, - 我其实, - 在所谓的梦想, - 你任性啊, - 是任性又贪心, - 每天给自己很多的目标, - 对, - 那我就跟我办公司讲, - 我就要做第一名立委啊, - 对啊, - 所以, - 所以你这个, - 对你来讲, - 你就要冲到底, - 对, - 所以我们要, - 也要用过, - 因为你提法案, - 你也必须要周延嘛, - 所以很多东西, - 说真的是非常耗心耗神也耗力啦, - 但是你要在这耗心耗神耗力过程当中, - 找到一些成就感, - 你觉得你会, - 你这是, - 我希望这四年过去, - 我回头去看, - 我留下很多成绩, - 反正你今天已经讲这话了, - 我访问很多立法人, - 我就要好好看看, - 什么表现, - 对, - 我们都有记录现在, - 没错, - 没错, - OK, - 公私营怎么, - 开得如何, - 有成就吗? - 其实公私营开始不错啦, - 坦白讲是不错, - 就是几个啊, - 坦白讲几个不是, - 你知道, - 其实大家讨论题目都不一定是真正核心的东西在吵架的, - 你现在付不付钱根本不是个问题, - 是不是什么? - 公私营的钱谁付根本不是个问题, - 但就吵了两天, - 啊, - 赵伟的事情, - 当然赵伟不能说不重要啦, - 可赵伟的事情也没有优先法案到底哪些要怎么做重要, - 所以, - 公私营其实在很多的地方是真的有达成共私, - 所以那当然外界解读就是去吵, - 讲那个付钱的问题, - 那就会遮盖那个公私营, - 其实中间达至的很多的共识, - 对了, - 教育文, - 其实教育文化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 教育文化, - 你光课纲就很大的问题, - 课纲, - 还有台湾年轻一代, - 现在大学, - 你看关掉多少大学, - 对, - 然后台湾其实AI, - 我觉得有我, - 我们也观察一下社会实施, - 各方来讲, - 应该这东西已经开始落伏在很多地方, - 没错, - 就我所知道的, - 我们小孩子很多, - 这次过年或者Christmas很多回来的, - 全部在做大数据, - 全部在做, - 国外全部在学这些东西, - 你本来教育文化是有些想法的, - 对吧, - 我等一下问你一下, - 好, - 你是住哪里, - 住新店那边吗? - 我住木杂, - 对。 - 好, - 我们来谈谈, - 再来谈谈国民党的合作, - 好, - 像我现在做法就有点就是, - 专注在立法院的本务上, - 所以像国民党跟民众党合不合这事情, - 我会调降我的关心度, - 因为我觉得我也影响不了, - 你还是副秘书长吗? - 我是副书记长, - 副书记长, - 副书记长, - 对,副书记长, - 八个副书记长, - 八个副书记长之一, - 月洗月捧秋, - 金捧毛巾, - NONNO浓浓, - 大家好, - 我是万中, - 欢迎收听, - 我说到哪里了, - 我们今天邀请到任性还是任性, - 罗志强, - 十年政治两茫茫, - 终于现在到了立法院, - 也会在这个所谓司法法制委员会, - 司法法制委员会, - 对, - 然后呢, - 这两天也开了听证会, - 共识, - 共识以赢, - 共识以赢, - 然后国民党有共同的一个目标, - 当然在朝什么朝委不朝委, - 我就对听众朋友不是很大的兴趣, - 最大的兴趣就是说, - 国会能不能经过某些改革, - 能往前走, - 以现在这个状态来讲, - 没什么人, - 真的是一塌糊涂, - 一塌糊涂, - 就朝来朝去的, - 另外说到国民党, - 当然国民党现在, - 你就你讲的, - 现在是国会最大党, - 但是每个人对国民党, - 奇怪呢, - 会体心吊胆呢, - 这正常的啊, - 会体心吊胆, - 也该体心吊胆, - 一路下来感觉还是体心吊胆, - 觉得他的合作契机是怎么样, - 等等, - 然后呢, - 马上再过两年, - 我看朱雯润要, - 党主席也不做了嘛, - 对, - 到期了, - 也有人说党主席会是谁, - 对, - 听说这个傅昆吉也有兴趣, - 卢秀燕也有兴趣, - 那傅昆吉也就是招, - 这个总招, - 等等, - 那傅昆吉好像在每个人对他的看法不太一样, - 简单来讲, - 就是形象有些一个方面的问题, - 等等, - 反正国民党还让人家提心吊胆, - 你现在呢, - 经过十年政治两茫茫, - 在里面, - 现在至少在国民党里面, - 现在也是一个很重要角色, - 不管是立委啊, - 和你也是这个所谓的副书记长, - 对, - 怎么看, - 很多新立委进去了, - 怎么看, - 十年政治两茫茫, - 不思量自难忘, - 国民党不要千里孤魂, - 无处化清凉就好, - 你懂了, - 懂了书都不懂, - 所以我跟大家讲, - 基本上国民党, - 我有一段时间, - 我真的对国民党是非常不习惯的, - 可是现在慢慢我也觉得, - 国民党的乱是个宿命, - 但是你要在乱当中, - 找出自己的路才重要, - 谁的路? - 国民党的路? - 国民党的路, - 还有自己的路, - 这两个是并行的, - 像我现在, - 比方说这一段时间, - 共事人这些风暴, - 其实严格来讲, - 你把它放到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以后的话, - 它其实都不是问题了, - 那当然任何事情, - 你说那个李苏同, - 人家红一法师讲得很好, - 任何事情三年之后看都是小事情, - 但是有样东西是大事, - 就是我刚刚前面讲, - 改革成绩再有没有交出, - 那是最现实的, - 都在看, - 而第一个会期就要有成绩, - 就要有成绩出来, - 第一个会期没有成绩, - 那国民党真的就会很长, - 第一个会期到五月是吧? - 呃, - 我们的那个正常会期到五月底, - 但还会加工加开零食会的, - 对对对, - 所以你还有到九月一号是下个会期, - 所以严格到九月一号之前, - 你可能要交出一些成绩, - 要不然真的糷, - Win, - 真的就很糗, - 而且我跟各位讲, 你那個你光排成沒有那麼容易啦 比如說那個司法法制委員會兩個招委對不對 你要排我的優先法案 你一定要避開民進黨的招委嘛 民進黨不會排你的優先法案 不會 你排了你的優先法案之後 排進去之後 然後確定議事錄到院會號 然後院會還確定 所以就很多流程 沒錯 我到現在還在搞這個流程你知道嗎 不還好有懂的人在裡面 所以你光的既定固定必須花的時間 期待就至少五月以後的事了 所以五月以前基本上你也很難去有具體成績出來 但如果中間耽擱一點 這邊卡一點 藍白鬥一點 那邊民進黨這個功過來 然後有國民黨再退一點 或者是在表決大戰 你的人數萬一出了什麼狀況 你52個有兩個突然不見了 你就輸了人家兩票 就沒完沒了 這個會期你就過不了 就這麼簡單 所以中間變數無窮 你國民黨在這場這個過程當中 我直接講就是說 其實國民黨是運營到一個很艱困的狀態 比以前還要艱困在一個地方 就是國民黨背了一個最大黨的想像 就是要成績單 對 你民眾黨 你沒有成績單 大家想 你就八席 你能有什麼成績單 你就是少數黨不是關鍵黨 對對對 那大家對他沒什麼期待 對 民進黨 大家就講說你也不是最大黨 對不對 你席次少 所以說 我講這十個重要的決戰點 民進黨輸了八次 他支持者可以原諒他 你就是少數嘛 所以國會你打輸了對不對 投票輸了八次 沒什麼了不起 你國民黨輸兩次看看 你能不能輸兩次 你承受得了兩次的失敗 我講一個最精靈的例子 立法院政府院長 國民黨承受得了失敗嗎 你承受不了立法院政府院長 投票失敗 那我問你 你承受得了國會聽證調查的 這個所謂的改革案的失敗嗎 你承受得了 藐視國會作為改革案的失敗嗎 我們在立法院政府院長 那時候韓國瑜跟江啟燊還有投票權 還是叫五十四票 五十對五十一 現在沒有 現在是五十二對五十一 對 那請問你的壓力 是不是比選政府院長還大 你輸不得也輸不起 所以因此我要講未來這個事情 就是說 國民黨真的也是要有很大的警覺 就是說 那個最大黨的那個 那個所謂的頭銜冠冕 他不一定是資產 他其實對國民黨來講 他可能是個魔咒 這個你們共識已經都開過了 有有有 其實我在裡面有跟大家講 你有你有打把這方 我把這個告訴大家 我說那個是一個 那個是個很沉重的冠冕 所以最大黨很沉重 但是因為我們實際上就是五十二對五十一 嗯 那那那你就看未來 我告訴你這個 只差一席 你去想想看 以前民進黨 民進黨連說 只有國民黨三分之一的時候 他們都是那麼的 囂張或是那麼的 那你現在只跟你差一席 所以未來的意思當中 我是認為 非常不容易啦 嗯 非常不容易 那你現在你看 到現在為止 你說共識營的事情 共識營的事情 其實很多插邊球的事情 就已經是漫天烽火一樣啊 嗯 那你知道核心本子的改革議案的對決的時候 民進黨現在一直在打你毀先亂政啊 嗯 那你在每一個 你每一個案子出來 他一定打你毀先亂政嘛 嗯 那大法官又是他們家的人 嗯 我再跟各位預告一件事情啊 就算說今天國民黨啊 真的非常團結努力 52席全部固守啊 10個議案我們全部都過了 對不對啊 大法官說你違憲 請問你怎麼辦 我就問你怎麼辦 憲法是國家大法 你就怎麼辦 嗯 所以這場仗打哈 是無比艱辛的 但是國民黨承擔了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說也我也跟各位說 也確實 至少一件事情不會發生 民進黨那些狗屁倒灶的東西 不會讓他過 什麼 嗯 不要以前他想過數位中介 反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好 在我們這一任不會讓這種東西過 嗯 可是你今天要撥亂反正說 我不讓你亂繼續下去 這點國民黨 如果連國民黨連這個做不到的話 那這國民黨就完蛋了 可是今天國民黨要撥亂反正 你可以阻止亂繼續下去 但你要撥亂反正 抱歉 你要非常非常有耐心跟戰約 對 OK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沒錯 那現在國民黨在 你說黨主席 你們幾個這個書記長 或者說 這個來講 誰做這個中心軸呢 以後未來 是一個組織還是幾個人呢 國民黨沒有中心軸 就這麼簡單 誰是中心軸 傅坤奇嗎 朱立倫嗎 韓國瑜吧 嗯 沒有 國民黨沒有中心軸 所以國民黨的亂是必然的 我也覺得 所以我常會跟支持者 說你要你要能夠去接受 甚至體諒國民黨的亂 民進黨有中心軸啊 黑清德啊 民眾黨有中心軸啊 柯文哲啊 我只問你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嘛 國民黨中心軸是誰 國民黨沒有中心軸啊 那這個這個說 國民黨必然是 這個就是我想問的問題 對 不過這個有點牽涉到 你們自己內部的人士啊 一些 對 老舊之間 老少之間之的一些關聯 問了很多聽眾 可能不懂 或者內部的一些事情 可是這個中心軸是蠻重要 對 對 你只能去中心軸 找中心軸啦 去中心軸 你 你只能去中心軸 嗯 國民黨現在就是54個人 其實一人一把號 但是我們54個要形成某種對 某些在做事人的這個一個尊重 跟空間 好 其實這是公司 你為什麼會出 為什麼這個結果 是因為 嚴格講不是說要讓一席招委 我們是授權黨團 去跟民眾黨 他有一個互動 嗯 那當然讓他帶一點空間 所以一席招委是給他空間 不等於是他要 就是意思了 他可能不要 他可能不要 對 所以這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至少有接觸 對 了解 國民黨沒有中心軸 對 不通過法案是個事 是衣袖啊 用衣袖用事 對對對 有時候對啊 通過法案就是硬程 有時候一個戲做不做不全的時候 對 你就分斷演 哈哈 就是跟以前的新浪潮電一樣 最後一個準備回來了 好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歡迎收聽 哎 哎 我說到哪裡了 今天我們訪問的是羅志強 任性還是任性的羅志強啊 我們剛才講了說中心軸 對 你說民眾黨當然有 柯文哲啊 這個民進黨當然他現在是執政 他也有的中心軸總統嘛 對 然後呢 國民黨沒有中心軸這個事情 啊 是誰呢 也不見得是這幾個人啊 那沒有中心軸這事情怎麼辦呢 以前我們演戲有一個方法 就是一場戲啊 一個戲如果 比如說 兩個小時不能從頭到尾的話 就叫段子戲 就每個段子把它演好 也是出好戲 哈哈哈哈 你說這個這個概念好 所以呢 現在國會改革呢 這幾個案子 對 我覺得很重要 能夠在某一些時間之內把它順利完成 或者這樣通過 能夠戰鬥成功 我覺得這個段子戲有演成了 也是一出好戲 就看 所以你現在很多重點 因為跟大家的觀念也是一樣 現在很多人在看立法院 好像都還 當然五二年還沒到了 但很多人現在都 都把重點放在立法院 因為立法院 今天早上有個人來看韓國瑜 那也是編新聞了 對 這個招偉也編的新聞了 好 柯文哲這個七點半去開會 去立法院 也變成新聞了 所以現在都是一方面的新聞 對 所以對你們立法院來講 是一個好戰場 對 那我跟大家講 其實我有時候會 當然 我也不知道知識我怎麼想 大家體諒一個現實 大家說國民黨亂 國民黨亂 我跟你講國民黨就會繼續亂下去 這基本上是必然的事情 他亂的原因是什麼 就剛剛韋中哥講的 群龍無首 群龍無首 沒有中心軸 民進黨中心軸就是賴清德總統 對不對 你誰敢否定他是中心軸 民眾黨中心軸就是柯文哲 你能否定柯文哲是中心軸 那我直接直白問 請問你國民黨中心軸是誰 朱立倫嗎 是嗎 韓國瑜是嗎 嗯 傅坤其是嗎 朱立倫是黨主席沒錯 可是立法院的黨團 是很獨立的 基本上也不是黨主席講的話就買單 韓國瑜聲望是很高是沒錯 可是韓國瑜他有立法院長的中立性 他必須要講多 他不能指揮黨團 對對對 他沒有辦法 不是他要不要他沒有辦法 那說傅坤其他現在是黨團的幹部 黨團幹部也不要忘了 黨員幹部是我們授權他做些事情 他也不是我們的老闆 那國民黨能跟民進黨跟民眾黨相比嗎 不能 但是亂是不是就一定是沒有路走 我覺得剛偉中哥講的很好 我們現在在去中心化裡面找出我們的中心的作戰任務 就斷子系 一個任務一個任務完成 你把國會聽證調查制度建立起來就完成一個斷子 你把那個政府院長記名投票弄出來就是一個斷子 那你今天把藐視國會弄出來就是一個斷子 你把108克剛做一個改革就是一個斷子 所以你有很多的斷子可以做 你一個一個斷子做出來之後 你國民黨就展現出你的改革成績 你就可以期待下一個中心走來到 反正我們大家看 看這個斷子系演得成演不成 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我以為你本來會到文化教育委員會 因為我比較關心 我喜歡看這個年輕人在未來的台灣這些人才 在世界上的表現各方面來講 等等等等 你本來在教育委員會 你本來包括現在有很多團體會找你 你本來想推的法案是哪一些 你有關心的話題是哪一些 今天稍微聊一聊 第一個108克剛 一般科剛問題非常的多 那當然也不只說今天所謂的那種 我們是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要建立中華民國史綱 就是你會發現我們的 我們這整個課綱的教育過程當中 是偏離中華民國的歷史的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是對我們未來的一些 學子我覺得傷害是很大的 那是所謂大issue 那當然其實教育不只這些issue 教育issue 我覺得到有時候大宏觀的到微觀的 微觀也很多啊 像我的選區文教區 就我們學院很多學校校 校舍真的是非常的牢 我們教育資源其實坦白是不夠的 那我隨便舉個例子啊 你就我們講冷氣好了 我們國小國中啊到大學冷氣都是有 政府有會出你的冷氣費啊 高中沒有耶 那為什麼高中沒有 那你就看起來這是一個好像是一個 不是一個大題目 但是這就是對高中生的就是一個題目 可是如果往上講的話 校園安全還有包括說今天 我們就要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108課剛好他在高中這一塊 他可能他就是做了降低必修增加選修 他降低必修增加選修過程當中 他讓老師的負擔變增加了 可是老師負擔變增加之後 你沒有增加老師的能力 所以每個老師基本上就是要用 乾用血汗來去換說 你想要期待老師增加的那些所謂的負擔 那本末導致啊 你本來是想要做多元事性 你要增加所謂的讓學生透過多元選修的方式 增加更多的對世界的認知了解嘛 這個方向是對的 可是你後端的教育的資源的做法沒有銜接上來的時候 你是在去燒那個老師的肝 就同樣老師員而你不擴張 或者老師給的資源子彈不夠的時候 那你最後就是一個老師要準備好幾項的選修課的時候 他的品質怎麼出來 所以沒有品質你的目標都是空的 因此108課剛好你可以打到很高的 或者說他的中華民國史剛的問題 但你也可以在所謂的他的執行端裡面找出非常多 事實上他不合時宜 也跟教育現在的一些現況脫節的問題 這些問題你不管不在委員會你還是會 還是會關心 因為我跟黨團有溝通了 我第一年在司法法治 未來三年我希望回教文了 OK 他們也同意這樣 有這樣講法 因為大安區是教文區 我說還是要對選區有一些義務 所以對 還有千景你這個網路經營自己經營的不錯 有些小編也不錯 你還會繼續在空戰方面自己去加上很多東西嗎 對我現在就是一個民主學校教育訓練 也會幫國民黨在空戰方面做些努力 會會會會 然後還有就是自媒體 對 然後另外就是提法案 我現在大概這幾個重點 我都有在支援其他的立委 對大家協同作戰 嗯 也是要把這個多元的一些和組織戰啊 對 什麼什麼這個網路啊各方面都結合在一起 也幫幫其他的委員 有有像今天我就發布要這個一個 舉辦一個國會改革營 嗯 我是54個立委都邀來做老師 嗯 那建立這54個立委就找一群學生跟他們 我辦了8場論壇跟10場沙龍 嗯 讓54個立委當老師 當與壇人跟青年互動 他第一個就是可以讓增加他你跟年輕人接觸 嗯 同時也是 裡面很多國會改革議題可以聽一年前的聲音 了解 最後一個問題 還會想選總統嗎 哈哈哈哈 現在不會想這個問題 現在把立委做好 哈哈 這四年是我難得的安靜期 好 安靜期 但是很重要 很重要 我們等待著國會改革到很多新的好的法案出來 OK 好 謝謝我們任性 還也很任性也很任性的 羅志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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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血有淚有幻想有親情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 我希望大家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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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